你长了以后 70岁有没有 70岁以上的 80岁有没有 没有啊 所以最老的是 那边有两个人起手 75岁以上有没有 75 他最有智慧 年纪老也有智慧 如果年纪又大 又没有智慧 那种叫做什么 老糊涂 但是一般上在圣经里头 都说年纪大有智慧 还有头发 是吗 白 或者是没头发的 也是有智慧 H就是说 年纪大就是人生经历多 所以这个是一般的一种讲法 但是真的 还有谈到神的智慧 所以在约伯记 谈到智慧 所以在约伯记里头 你会看到这个智慧训 这一片 很值得我们去看 蛮多的 另外第六种叫做表明无辜 A vow of innocence 这个也是一种法律式的一种表达 那约伯在最后 他最大的concern就是到底自己的受苦 跟罪有没有关系 他就是要这个问题 但约伯这个受苦的问题 所谓的受苦的原因 这个是他的大的一个问题 朋友都认为约伯 受苦跟他的罪有关系 但是约伯认为自己 受苦跟罪没有关系 所以他一直要表明自己的 innocent 无辜 就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 我们在后面要看的一个课题 这几种文学类型 OK 那你翻到这个十二页 那这边有个大纲 我要你稍微对他有一个印象 约伯记的大纲不是很难 我把它分成ABCDEFG 一共有七段 第一段前言 前言就是那个一章二章那个前言 叙述文来的 然后第二B是第三章之约伯 那个叫做埃苏 尤其是他那个咒诅自己的生日 那一个第三章 C是他跟三个朋友 以利法 比勒达还有索伯 三个人的那个争论 是从四章一直到二十七章 很长啊 这一段 大家读不懂这一段是 比较难掌握的一段 第四章呢 所以在 对不起 回来一点 就是在这个三个朋友里头 一共有三个回合 我都跟你写了 这是谁讲的 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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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讲 一个也不回应 然后朋友讲也不回应 第一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最长 所以那第一个回合最complete 第二个回合就开始短了 你看以利法讲 也不回应 比勒达讲 也不回应 索伯讲 就是一根讲一次 到第三个回合 到第三个回合呢 只有一立法 讲也不回应 还有比勒达 所法都不讲 所以就说 为什么不讲 越来越短呢 讲累了 讲到没有话题 run out 这个thought 没有话题 所以你看这个cycle 越来越short 所以你要对这个文学表达 给我们看见 讲到大家都无话可讲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越讲 越tense 关系越紧张 而且到一种confrontation的地步 然后第一是 越博的独白 就是他的monologue 是自己讲的 自己讲 他讲没有人回应 是自己讲 他谈到 在他的独白里头 有四个课题 一个是智慧 所以他三个回合的讲论 基本上 come to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感觉 就是大家都 no more wisdom 如果你人的智慧 去探讨苦难 you will come to an end 有一个end 明白我意思吗 所有人 我们尝试去探讨苦难 最后就是 碰到墙壁 that's all we can do 所以你看世界的宗教 凡是想探讨这个suffering 都是最后到了一条 一条死路 没有answer的 所以也不知道就是独白 讲到这个智慧的问题 还有他讲到从前 美好的日子 还有想现在 讲到他自己的痛苦 还有他启示 比较无辜 这一段 然后最后 还有一个以利福 以利福讲的也不少 一共有几章 五章还是六章 六章 二十二三 一共有六章经文 很长哦 所以以利福的话很长 所以要了解他的意思 也是 也不简单的 那最后是神的启示 那神的启示 看起来好像简单 也不简单 我们会看一下 然后最后才是月博 神的启示 带来月博的忏悔跟复心 所以我们要看怎么样 整本书最后带月博 一个rependant 跟一个叫做 一个restoration 这个是月博 以这样来结束 所以当中有很多 很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学习 记得吗 这个月博的大纲 蛮简单的 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这里五个位 没有人坐 留给月博 以利福 以利巴索巴 还有这个比勒达的 刚好五个 他这个 苦难的冷风 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月博 就是要 我们看 你要知道这个月博 记不是真的上法庭 他只是采取这种 法庭式的文学标准 所以事实上来说 当我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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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是 不是说literally 他们在华严大官司 我只说越古地的文学 才用这种 法律式的来表达 明白意思 文学性的 文学性的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吗 当我说他们在政变 是好像法庭式 我不是说他们 给他一个三万 要去法庭 不是这个 我只是说他们 整个讨论的方式 整个用词 采取这个 法律式的 文学标打 能分辨这一点吗 圣经 如果你不明白 我可以理解 因为你平常从而没有想过 这种文学特点 出现在 出现在这个 律法书里头 摩西的律法 基本上是律法 摩西的律法就是律法 摩西的律法 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条例 所以在摩西律法里头 当神说不 不可杀人 这个 这个是 这是个 从神的角度来说 这是 天法 也是地法 It's a legal thing 所以在法律 律法书里头 都是legal的 如果以色列人 有人杀人 你不是你民间处理 所有的都要 present到这个 court里头去 所以当时有审判官 你处理这个 杀人的事情 你把它当做legal case 你要告一个人 杀人 你要有什么 证据 那证据 你还要有这个 证人 你们看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有一条 你不可做假见证 我们以为这个是平常的 讲谎话 不是 这个是legal case 如果你在法庭上 做见证 你不能够做假见证 那条实际的律法 是指这个legal case 不是平常那些 讲讲那种 不是指这个 是legal的 所以是根据这个 这个就位律法 这个神的那个 Torah 这个概念产生 所以到了这个 先制文学的时候 有时候先制也会采取 这种叫做法律式 来 比如说 先制说 以色列 你犯罪了 你先制对以色列 这样指控 你不能有指控 你必须有什么 有证据 with my sin 所以你看这个 耶利米 以赛亚就 present他们的 可以说 你看 然后他 他有时候还说 请天做见证 还有吗 请地做见证 所以the heaven and earth 是我的见证人 因为你谈罪的问题 你知道有些罪是 看得见有些罪看不见的 所以意思是 以色列先制 控告以色列人 有罪的时候 他是常常会用这种 他说 你们以上帝争辩 说自己没有罪 但是他就 lay out你所有的sin 你们从杀人 到奸淫 到偷竭 什么什么 他就k by k 所以在先制书里头 就把所有 他们所犯的罪 全部一个个拿出来 然后present 这是evidence 不然以色列人怎么服 因为上帝说 如果你有罪 我就审判你 明白意思吗 所以这些也是 这种legal的方式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理解 就是说 就是说 神根据什么模式 来让我们说 你说人都犯了罪 人都犯了罪 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犯罪 你跟我讲 什么叫犯罪 比如说 我们说 对一个还没有认识 神 你说你是罪人 他们都不能接受 什么叫罪人 我们还要跟他解释 你怎么解释 比如说对华人来说 你是罪人 你到跑街上去餐馆 抓一个出来说 你是罪人 你看他怎么反应 他说你才是罪人 我是罪人 那你要跟他讲 你什么是罪人 他说我没有杀人 我没有放火 我怎么是罪人 月博 请回答 这个就是三个朋友 就是这样的对月博的一个accusation 什么叫犯罪 你怎么refise犯罪 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第一个要有个标准 你要有这个标准 我们都知道的标准 你说神的标准 什么叫神的标准 什么叫神的标准 后来听月博记的课 是不是犯法 这个不算 但是在上帝的律法里头 神就开始有律法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那个 十个律法 第一个就是说 除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 你不可以有天赤 所以你参管抓个出来 什么犯法 除上帝以外 你都信臭东西 这个犯法 如果他能够接受你这个 他说我真是一个罪人 你不可以杀人 我没杀 监言 可能有 那就他是罪人 所以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说 你犯罪 你一定要告诉 你violate 什么standard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 警察来抓我们 你说 你犯法了 你说犯什么法 你开车犯法 犯什么法 这条路我开车 你没有定法 就没有犯法 明白意思吗 如果这条路是没有speed limit的 你看200 mark power都没有人给你 但是如果我们门口下有什么 多少 多少 25 25 25 是35 他说25 你开过26 就是 就是 No sin If there's no law there's no sin 你看我们华人的问题是什么 We have no law 我们no law Traditional 观点是 No law 所以你跟中国讲 这人根本 他弃你弃的办事 因为我们没有law 有law 也不是law 你明白 没有人去follow他 所以我们华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出现在这里 所以很难法治 也很难明白上帝 那个所谓的judgment and这个sin 这个问题 你明白吗 好 你做以利法 这里两块 两块 我有个问题 我们会处理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慢慢看 我们到以利法 我们就会看 而且比较以利法 他讲的话 到底以利法 讲的话 到底跟三个人 跟岳伯讲的话 有什么 different 所以这边是 只要analyse它的内容 我们就有 我都会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 这个姐妹 问的问题 很好的 因为我们很少 从这个角度 来看圣经的东西 我们总是把它 从什么属灵 属灵 什么属灵 这样的角度来 都是属灵 其实你发觉神 祂的所谓属灵 资料 因为 所以意思说 所以你讲到这个神 神 还有人 那到底我们 人跟神的关系 主要就是说 怎么样 爱神 然后照着 所以你当然讲 爱神不够 你说love God becauselove God 是一个emotion的 一个事情 relational的事情 但是在 神明基督律法里头 他每次说 你尽心尽爱神 尽为神 然后下面一定有句 并遵守他的律法 你不能说 孩子说 我很爱父母 但是你天天 violet父母的 那些条例 又不准时回家 又不 就是你 你定时条件名 他条条路 violet 他说我很爱你 That's not love 你爱就是说 你不但爱神 你而且遵守他的 律法 因为那是客观的 所以神 并且客观的标准 所以为什么 当以色列人 一离开埃及的时候 这群人基本上 是没有法律观念的 因为他在埃及 四百年 是埃及的文化 是自己 traditional的文化 所以在 神判不得律法里头 从此以后 你们有个new beginning 这个new beginning 就是你进入迦南 you live by the law 你要follow这个 律法建立一个社会 今天我们在美国 一进来就很舒服 because这个国家有 law and我们follow这个law 什么时候美国没有law 就是几百年前 这些欧洲移民进来的时候 那是 Indian law Indian人的law Indian人的law 就是 他们自己的law 你明白意思吗 有时候 你去Mexico 你就很害怕 因为那边是 没有law 是有law 但是Nobody follow the law 这个国家 有law 但是你要 当你神 判不这个 律法的时候 人要按照 这个神的律法 去生活 那你有律法 next question是 你人守法 不守法 你明白意思吗 你不守法 那个法律就没有用 那所以摩西对以色人说 如果你进去迦南地 你不遵守神的律法 那一定 灭亡了 因为迦南人 就是一群不遵守律法的人 如果你violet这些law 那你一定是变成败坏 变成犯罪 以后就受咒诅 神明记就讲 我有跟你们讲过神明记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聊当了 有没有 好像好多年前 上过更新的课 是吗 那时候 那很久了 所以以色人 一定要遵守这个律法 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 他们就进入一个文化 他们不是按照 神的律法来生活 乃是按照人的 自己的标准来生活 那就问题很多 假设 神判不律法 神一定会 执法 你明白意思吗 如果美国也有 很好的law 但是美国 有一个一定会做的 就是 执法 你知道很多国家 有法律是 不执法的 这样的国家 你要不要住 你不要住 他不执法的 什么情况不执法呢 第一个是政府 顺客 还有一个就是 你用 钱可以 叫他不执法 这个 corruption 你一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立刻就牵涉到 产生一个问题 叫做 justice 到底有没有公益 所以你看这个 意思是说 这个legal 这个是 观念很重要的 在神学 它不只是一个 它是一个神势力的 一个order 一个制度 是神以这种方式 来统治他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 用在这个所谓 所谓法律系统 所以一个国家 有法律 其实是 project了一个 所谓神统治的 一个大的图像 所以这个法律本身 就变成 一个国家 越有好的法律制度 越遵守法律 越执法 这国家就very stable 就像美国一样 那美国 corruption 一定有 但是美国执法 我不管你是总统 我一样抓你 你明白意思吗 有些国家不是这样的 这些国家 不stable 然后 就没有公正了 你没有公正 就问题很多了 Anything can be distorted 这个是这样 那神呢 越不处理的 不是个国家 越不处理 How God ruled 神怎么统治这个世界 其中一个最touchy的问题 就是suffering 当我受苦的时候 Why 为什么 所以三个朋友 就采取一个 legal的角度来说 Because you have sin 要不说 我没有信 at least我知道 我没有信 with the evidence 你们看吗 就用这个legal文学表达 所以要从这个神学 所以在先知文学里头 我在中国教会 我看到很少人去探讨这个课题 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可以吗 可以就休息 休息